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样不一样 哪里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一起来试试看 我们想的 一样不一样 你们知道其他国家的小朋友 都在玩什么 想什么 做什么吗 我超好奇的 到底其他国家的小朋友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每个礼拜一 一样不一样的单元呢 就是要来看看 同一件事情 各国的小孩 会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等一下就要来 听你们讲心事了 在听心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情绪小短片吧 以后 你的世界不一样 因为有我 好浪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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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是 怎么样 坐车累不累 还好 见到面真好 你比我想象中还漂亮 谢谢学长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你都上来台北了 你知道北投这边最有名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温泉 刚好我今天怎样 订了一间最有名的温泉旅馆 等下我们一起去泡吧 在那里 快快快快 你今天都穿这么漂亮了 我们来自拍一张吧 嗯 妳比照片中還漂亮 謝謝學長 這張不好看啦 再一張 再一張嗎 好啊 這張咧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都很流行 就是拍照都會後製有兔子貼圖那一種 可愛喔 妳今天真的很漂亮 妳今天照片真好 快 住手 爸 妳怎麼在這裡 妳怎麼回台灣了 我臭小子 我看妳才跟他見面三分鐘不到 就對他上下其手 居心不良 他說女兒子 我要告妳 誘拐衛成年少女 莫名其妙 走 跟我到家局去 走 衛成年 他衛成年 我們什麼都沒做 警察 來 小妹 我還有事 他誘拐衛成年少女 趕快跑 小妹啊 你在幹什麼 怎麼跑不見啊 那個人是誰啊 我媽 你幹嘛來啦 他是我男朋友啦 學長 幹了路喔 美種的傢伙 我還沒中他兩圈他就跑了 悶啊 誒誒誒 不要這樣啦 小妹咧 你們回去之後他還好嗎 好什麼好啊 當然是關緊閉啊 手機沒收 通通不可跟外面聯絡 莫名其妙 現在小孩子啊 才真的下三分鐘耶 三分鐘耶 就說他是他男朋友耶 莫名其妙 亂七八糟 那要把幫幫忙 當年 你還不是追著女孩子的屁股跑 現在談戀愛有什麼不對的啊 對嘛 這個時期的青少年 本來對異性就是充滿好奇啊 對啊 而且你喔 完全禁止他們跟異性交往 他們以後長大 怎麼知道男生女生的差別 跟你講 不要到時候 社交障礙 發生情殺事件 莫名妳看新聞耶 什麼新聞啊 欸 你們家兩個兒子耶 怎麼樣都不吃虧耶 我們家一個女兒 萬一一天都往外面跑 出了什麼事情還得了 所以啊 一蓋不准天下太平 欸欸欸欸 你侏羅紀時代的恐龍 思想這麼古板 我跟你講 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 尊重他們 才能做好親子間的溝通 不然我問你 你知道你女兒 心裡在想什麼嗎 其實看完韓劇 真的會有一種 心裡噗通噗通的感覺對不對 你們看完韓劇會有這樣嗎 會覺得很浪漫啊 很美好 可是我覺得 怎麼可能會發生那種事情 因為有點太誇張 男的太帥 女的太美 兩個人在一起 怎麼可能這麼美好 說到在一起這件事情 小學生 國中生 認為可以談戀愛的 舉手 可以吧 可以嗎 妳覺得呢 我覺得應該可以吧 應該 才真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也不能太誇張 要不然你想課業 對 太誇張是什麼程度 就是 就一起約會啊 然後就不管課業 就是那樣 對 我覺得 那清清算誇張嗎 滿誇張的 已經算很誇張了 好 再來 運婷呢 應該現在很多人 都會在這的時候談戀愛 所以他們可能會覺得很正常 可是好像也沒有那個必要 對 那正常的事情有發生在你身上嗎 沒有 你馬上說沒有 孟軒 你覺得這是可以的嗎 現在很常見 只是我覺得不太適當吧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再問下一題 你們班上有班隊的舉手 那又是正常狀態 好 放下 你們班有幾隊 我們班之前 我知道是有一隊 很明顯的 可是其他 搞不好有 可是都是私下的 就是比較不好看出來 好 所以你們班上有一個班隊 那你們呢 兩個或三個吧 好 那孟軒你呢 我不知道耶 可能也是差不多 三個或四個吧 三個四個班隊 那就已經 六個人到八個人都在談戀愛了 那你們一個班上幾個人 曾經 二三十左右吧 那真的跟兒福聯盟 調查出來的數據是差不多的耶 兒福聯盟他們曾經就調查過 從五年級到八年級的孩子們 一個班裡面 應該是說 四分之一的人 都有談過戀愛 也就是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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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人裡面有一個人一定 談過戀愛 誰要來說 有談過戀愛 舉手 好 不說 不好意思說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來聊聊你們的朋友 好了 來說說你的友人 我的朋友 可是他們比較誇張一點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比較不認識 可是就是不認識的狀態 然後就不知道什麼 其中一個告白 跟一個人告白 然後他們兩個就開始交往 可是好像過三個禮拜就分了 好誇張 這麼快就在一起 這麼快就分手了 而且他們分完之後 感情變得很複雜 然後互相討論對方 真的喔 那西亞 你跟哥哥最好了 對不對 你會不會跟我講講 你有沒有跟別人告白過 我第一次告白是一年 一年級的時候 你真的告白過 一年級 然後之後就沒有了 那你怎麼告白 那個時候以為是朋友 然後是因為我的媽媽 跟他們家的媽媽很熟 然後就 就玩在一起 可是 可是現在看好像就是 國小了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想說算了 應該也不是真正愛情 你們覺得異性朋友 或者同性朋友 跟 男女朋友 有不一樣嗎 不太一樣 對 我也覺得不一樣 有 沒有愛情成分的異性朋友的可能嗎 有啊一定 多少還是會有一點點的 有 哦 才真 你才四年級對不對 嗯 要生五年級 你有這樣子的朋友嗎 有 是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 就是 嗯 我們就是會玩遊戲 但是也相處一段時間而已 就是 就是出去玩 然後相處一段時間而已 有欣賞過別人的舉手 哦 孟軒你沒有 我是有 的確有 就是覺得對方 某個地 某個點很厲害啊 但是就是沒有到 有 擦出愛的火花這樣子 沒有 那 你們覺得 喜歡別人這件事情 是正常的嗎 正常嗎 呃 新的很常見啊 應該是滿正常的 嗯 好 你們現在呢 講得 都還不錯 我們 也來看看 各國的小朋友 對於談戀愛 這件事情的觀點 又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I'm only grateful I don't really know but I think that girlfriend or boyfriend is like a person who stay with you and protect you but like a friend is just like playing with or like studying with is like they just stay with you for school day or play day for the friends you you treat them as a friend so it's like a friendship kind of relationship and for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it may contains like love or like 朋友的差別 是 普通交往 男女朋友的差別 就是 他們 就是 做什麼事情 都會在一起 我覺得 朋友 會在外面認識 或者在學校 認識 會比較少聯繫 如果在學校 他們會一起吃飯 一起玩說 在一起 我覺得 男女朋友 他們會 一直聯繫 一起 看電影 一起吃飯 男女朋友 就是 我 已經 交了 很久的朋友 而且 要 長大後 要結婚 朋友 就是 我 就是 普通普通 講話 玩 那些 聊天 好 大後 好 拍子 拍子 這樣子 拍子 夢 große 遊牌 叫 我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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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我喜歡 它會發生,會變得很糟糕 我會告訴我的朋友 親近的朋友 和我的父母 和我的家庭 這感覺 如果我真的喜歡 我可能會給他們 祝福日的巧克力 所以說談戀愛 根本不是一個新鮮事的 也在小學跟中學 所以談戀愛 好像是一件也是滿正常的事情 隨著我們年紀慢慢長大 對異性或者是同性有好感 這也是正常的 好,可是呢 我要來問問你們 在你們的班上 你們都說有班對嗎 他們最親密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是下課的時候 可能因為男生在樓上 女生是在樓下的教室 然後男生可能就會 從女生的後面去抱他 然後可能會在暗暗的角落 牽手或是接吻 然後一起坐公車回家 對 然後男生 男生也有去過女生的家 其實女生還沒去過男生的家 對 那男生在女生的家裡面做什麼 好誇張 吃餅乾看電視,喝茶醇聊天 當然不可能 可是也不會進去女生的房間 不到那個程度 但是親親抱抱這已經都在發生了 對 那心裡面學校也是這樣嗎 我自己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 可是 就是他們開放的就是牽手 然後樓間吧 開放的 開放的 對 就是在公共空間裡面 他們已經可以接受到 牽手給你們看 樓間給你們放閃這樣子 對 我們等一下要來問你們問題是 如果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不舒服就打叉 你覺得還好還可以的就打拳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有一個喜歡你的男生 或女生走過來 跟你說 娜希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交往 然後很黎毛地就走掉 這件事情會讓你覺得不舒服就打叉 覺得舒服打拳 開始 不會覺得不舒服也打拳 對 不會覺得不舒服 好 對 也打拳 全部都打拳 所以這是一件還蠻可以接受的事情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在下課的時候 這個同學呢 借我一下 他會這樣 這樣子對你表達喜歡 你是可以接受到打拳 不能接受打叉 不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可能會害我受傷 對 他很不禮貌 有點幼稚 像女生拉到頭髮是真的很痛 對 真的沒有幼稚 綁頭髮的時候 可是這是正常的事嗎 在國小的地方可能還是會 國小的 因為他不知道要怎麼表達 對 才真 妳們班有這樣的事嗎 會 是有 就是會這樣子 然後跑走 是這樣的嗎 會有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正常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女生們都覺得不舒服 妳有這樣做過嗎 沒有 妳沒有 沒有 我沒有喜歡過人 沒有 真的沒有 好 所以這件事情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不可以做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的是比較敏感的問題 今天呢 無論妳是對這一個人有好感與否 我說的地方 妳覺得她是可以摸的打圈 不可以摸的打擦 頭可不可以摸 可以 可以吧 她又不是打我 對 不要太用力這樣打下去這樣 對 輕輕就可以了 頭被觸碰到覺得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有 那她可以親妳嗎 不行 不行 其實身體有一些地方是我們絕對絕對 對 無論是誰 就算是爸爸 可能到了我們國中這年紀 也不太可以碰的地方 來 請起立 我們到前面來看看 這是一個男生 對 這是一個女生 對 有哪些地方是別人 絕對是沒有經過我們允許 是不能碰的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 嘴巴 可以給人家親嗎 好餓 怎麼會做出這樣子的反應呢 總有一天會 但是呢 如果這一個 對 這個年紀比較好 這個年紀 然後其他的就 對啊 你看你們同學也都有發聲的 所以你們自己做決定 但是這個地方 如果是親親的部分的話 在這邊還是建議先不要 OK 好 再來呢 胸部的部分 是誰都不能碰 即便是男生也不可以 給人家碰你的胸部 知道嗎 女生也當然就是了 好 再來是下部也不可以給人家碰 這三個地方是絕對不可以的 其他的就是 趁人見智的 好 可是 我們台灣的法律其實很保護我們的青少年 所以如果我這樣碰你 人其實都有感覺吧 如果我碰你 是有一點點心懷不軌 你也會有感覺的對不對 一旦你覺得不舒服 你們可以這麼做 跟老師講什麼 跟老師講什麼 可是我們學校就是 想跟他講話 有一個籤筒 它就是你可以寫 就是你最近發生哪些你不愉快 或是想要跟輔導老師講的事情 然後就丟到裡面 輔導老師 特地來邀你 對 我們學校邀請你去輔導室 跟他說話 對 有說過嗎 我沒有說過 你還沒啟動過這個舉止 對 但是我剛剛說的 台灣的法律是對青少年非常友善 就是當你一旦感覺到不舒服 就構成性騷擾 所以說無論是老師 他摸你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點點不舒服的感覺 你就馬上一定要去輔導室 或者去學務處 或者跟其他大人申訴 然後就會幫你通報 你就可以得到比較安全的保護 這樣有聽懂嗎 有聽懂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學會保護自己 身體界線很重要 嘴巴還有胸部 跟哪裡不可以給人家碰到 下部 下部跟下體 沒錯 好 剛才的情緒短片 其實還有一個結局 想不想知道 想喔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學長的學長 都是爸 老公你回来啦 又在看我上去是吧 你就是被这娃娃娃给带坏的 通通路走看 你这也不准那也不准 你平常都不在家 拼什么管我 你知道你女人心里在享受吗 来手机还你 我知道 我越管你 你会越叛逆 如果你不要做出 我跟你妈都会担心的事情 我们当然也会尊重你 其实啊 爸爸也算对不起你 这些年都在外面工作 打拼 你妈妈也忙 常常加班 我就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 你怎么这样 你不是说爱我吗 哎呀 好了好了 虽然爸爸常常不在家 你也别哭了 好不好 爸爸还是很爱你嘛 我不是在说你啦 怎么用这个臭小子啊 刚才要抱着别的女人了 这种完全不懂得作用女孩子的人啊 完全是用下半生在思考 我的初恋男友 怎么初恋啊 被人家摸摸头搭搭肩就是初恋了 我不管啦 好了好了好了 爸爸没有站在你的立场替你着想 告诉你 以后如果有喜欢的男生 跟爸爸讲 爸爸帮你做恋爱军师 好吧 爸爸眼睛很犀利的哦 看得很准 知道了哈 好乖乖 大宝的小乖乖 太大了哈 好的 透过今天的讨论呢 还有看了剧之后也会发现啊 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哦 但是不可以因为你喜欢别人 就不尊重人家 随意地触碰人家身体 当然我们自己的身体 也要自我的保护好 要学习保护自己 尊重别人哦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小主播看天下